毒腰 尾巴也可以被切断 来下一关 过了哟 谁给我偷完 讨伐大型魔物就是这个 昨天才刚讲 这个染色球是什么 我发现这款游戏都台湾玩家爱的啦 其实这款游戏都是我发现亚洲的玩家 我有全球表现来讲 我在亚洲是比较受欢迎的 尤其是台日这边 比较多人 苹果玩家很像蛮凶的 他们有在除欸 阿不是补血了他怎么没有理我 就去让人处置了 可能是商城吧 那个通行证大家很像蛮多人买的 好这我买两只 大家想不到把这一期这么受欢迎 我觉得因为他有点像宝可梦 然后又结合恐龙 魔物猎人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恐龙 因为恐龙的题材是 向来都蛮受欢迎的啦 然后他有飞行的 这个猎人通行证 诶?很像新的诶 差马 我等一下去找 很像新的诶 精彩了精彩了 精彩了